学折纸艺术,动手又动脑 我是折纸王子,我们来折一款小樱桃 你需要两张正方形纸,一张长方形纸 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7.5厘米 首先把两边对折 展开,另外两边对折 展开,放到背面,两个角对折 展开,另外两个角对折 捏住两段把它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大三角 旋转一下,这样摆放 下面两颗的边就像是 下面两颗的角就像上面的顶点 背面也一样 外颗的角往里折 这小角往下折一下 塞进这个指缝里面 右侧也一样 然后放到背面,这一面也一样 外侧的角往里折 小角往下折 盖进指缝里面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把它展开 看一下这个小口 用力吹气把它吹得鼓起来 然后调整一下 这样其中一个小樱桃就完成了 用另外一张纸用同样的方法再折一个 好,两个纸都完成之后 用长方向的纸把它对折 我用的长方向纸长15厘米 我用的长方向纸长15厘米 宽度没有严格的规定 展开 看下边折像刚才的折痕 再次把它对折 对折 然后拖开一点 插进去 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小樱桃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你有什么疑问或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这是折痣草莓 更多视频请关注 折痣网址 喜欢就请订阅 点赞 转发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